这张树皮每撕去一层就会坚固十倍 将树皮表面的黑色表皮刮去后 工人还会用手 抠开树皮的纤维 将白色部分和表皮彻底分开后 工人就要用它做最软的东西 由于去皮过于麻烦 工厂中的绝大部分工人 就会直接将树皮裹在圆筒上 然后将上方的刀片压着 用力地拉几下 直到内部的树皮和表皮 形状变得固定 接下来工人才会手动撕下树皮 这种叫做构树皮的树皮 接下来还会被工人塞入圆筒内 将表面刮干净 然后工人就会用剪刀 对其的表面进行仔细修剪 接下来它们才会被丢在一起 进行浸泡 如此有韧性的树皮 要想变软 工人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晾晒 在变干后的它们 通常会泛黄 但只要被搅拌机粉碎 就会变成一堆白色絮状物 因此构树皮最常被用来造纸 但如果不想去皮的话 就可以将这些干燥的构树皮 随手装一车 然后拉到锅炉房 然后将一旁的废木桶丢入火堆中 直到将火堆烧得更旺 这个锅炉没有锅盖 当工人掀开蛇皮口袋 锅炉就会开始向外冒热气 此时工人就会将构树皮丢进去 由于构树皮外表坚硬 所以在丢入锅炉后 它们通常会被煮40多分钟 直到炉火快要熄灭 它们就会被全部捞出 工人赶忙将冷水 向构树皮的表面浇去 一热一冷 构树皮的表皮 就会变得极易脱落 接下来工人会将这些构树皮 反复地揉搓 直到它们变白 工人就会将它们 送到一个新水池 在这里工人会将 每个构树皮都铺开 然后去除 没揉搓干净的表皮 接下来工人就会用叶子 将其的纤维 分成一个个细线状 最终它们来到了造纸环节 原来用秋葵也可以制造草纸 掏出满是冰晶的秋葵 然后将它们全部倒入锅中 直到煮开后 你就会发现上面的冰晶没有了 这其实是秋葵零食表面的冰糖 倒出秋葵 并用一个纱布 将其内部残余的枝叶挤出后 接下来就可以准备 制作草纸的原料 这种杂草随处可循 将它们掰断后 就可以装在随身的包里 到家后 小哥就会用剪刀 将它剪得更碎 要让杂草变软 接下来小哥就会将它 煮制一段时间 然后用上同样的网筛 将煮出的汁水滤出 经过反复拍打 这堆草接下来 就会越来越像一团纸 但这样还不够 随后这些草 就会被丢入榨汁机 直到绞成一堆浆糊 然后它们就会被倒入一个方盒 秋葵的枝叶附有一定粘性 倒进方盒 随后搅拌一下 接下来就可以造纸了 用一个木框 在水里捞一下 然后抖去表面的水分 较重的草浆 就会附着在木框的底部 接下来只需取出上层的木框 将其倒扣过来 然后用一个刷漆的滚筒 在木框的底部压几下 取出来时 这张纸就会变得平整 为了让纸张变得平整 在晾晒期间 小哥还会将几个重石 压在草纸的上方 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纸 一般都会有很多杂质 只需用电运斗运烫一下 它就会变得平整 造纸虽然简单 但古人也大多不会使用草 它们会上山 直接将构树的皮扒了 这种皮韧性极佳 能让纸张久写不断 被洗刷后的构树皮 通体发白 无需继续漂白 它们随后就会被粉碎 接下来的造纸过程 则变得简单起来 将这张竹席 铺在木框内 随后再盖上一个木框 接下来就可以将它 丢入纸浆中了 经过反复的摇晃后 再取出竹席 纸浆就会完全附着在上面 经过反复的操作 这堆湿答答的纸 最终会被两名工人推走 接下来它就会被工人 用一块木板夹着 并放入挤压机 在机器的压力下 纸张的内部的水分 就会被很快逼出 光这样做肯定不够 接下来这些纸张 会被贴在这种平整的炉壁上 经过短暂的烘烤 纸终于造好 但工厂大批量造纸 就截然不同了 给十万根木头 掺50吨水 仅需15秒 它们在老板眼皮底下浇水之后 就会被吊机 送进这种车斗 车斗连接的是滚筒去皮器 出来时 树干就会变白 但如此复杂的操作 却不是造家具 它们会被粉碎 它们首先会通过机器 粉碎成较大的块状 然后这样就可以 长期储存在工厂中 这些碎屑 就是用于造纸的木材 继续被粉碎后的它们 就会被丢入工厂的锅炉中 这里的热水和化学药剂 能吸出木材内部的塑胶 而经过漂白剂泡过后 洁白的纸浆 终于被生产出来了 这些纸浆内通常会加满胶水 随后它们就会被机器压缩 滚轮迅速施压着向下的力 请客间 无限长的纸就被造好了 为了保证质量 流水线内的激光 会一直检测纸张的平面 以免破洞的残刺品 被生产出来 我们常用的书 都是用这种圆筒状的纸 加工出来的 而要生产A4纸 则需要对它们进一步切割 这些源源不断的木头 就是这片森林 所生长的安树 每次工人僵树锯掉 卡车僵树运走后 这片森林就会满目疮痍 接下来工人就会 培育安树苗 这些安树苗 随后就会被种植 在这片森林中 生命有了延续 造职场的收入 也会源源不断